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数据的一种 就是它其实在大数据里面非常大的一定的比例 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都是日子的数据 那么既然那个DORIS是做那个AP的 是做大数据分析者做数仓的 那么日子这样一种数据能否放在那个APPDORIS里面去做存储和分析呢 这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过往大家可能做日子日子存储分析的可能是用别的一些系统 比如说像用Hydroop用ES这些系统来去做 那在DORIS里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我们在APDORIS2.0里面做了长达一年的探索 然后我们取得非常不错的一些成果 这里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我们日子存储分析这样一个场景的 它的需求 有些哪些关键的需求 或跟别的数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国外啊 就是这个这个领域叫log management 叫日子的日子管理啊 这么这么一个场景 它常用在哪些地方呢 比如上那个我们的那个系统的监控和debug 然后troubleshooting这样一些场景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做工程的同学都肯定会打在自己的服务上打一些日子 对吧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去进行debug 日子呢 就是我们一手的最真实的数据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包括后面像那个安全的分析 然后包括一些那个业务的一些一些行为分析等等 这是国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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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 那我们基于对这个场景的理解呢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场景啊 第一个是那个可观察性 就我们打出来日子之后是供我们做这种debug 做这个troubleshooting 这样一些一些一些场景 做监控这样一些一些用途 这个用途呢 其实主要是为了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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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我们系统的稳保障我们系统的稳定性 让我们系统能够更好的work 当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能更快的去去解决它的问题 这是在可观察性领域里面日子它的作用 那第二个呢 是那个在网络安全领域 网络安全领域里面通过日子来记录了在各种安全的设备或者主机上面的每一次的用户的或者说是非法的用户的 比较黑客的 它的每一次的行为的终极 对吧 然后等到后面呢 可以去做一些安全的模型或者说做一些安全的追踪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日子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去降低我们系统的安全风险 来提升我们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让我们系统属于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 那么再往后面走呢 其实就是我们日子还可以用于业务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去做这种用户行为的分析 做用户画像 它的来源的数据呢 其实都是日子 对日子进行一些加工处理之后 然后进行分析 所以呢 日子呢 最终它能够服务于我们的业务 来支撑我们的业务分析 来加速我们的业务的增长 所以呢 其实日子数据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数据 它最基本的呢 对我们的保障系统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保障系统的安全性很重要 然后更进一步还能助力我们业务的发展 同时呢 其实日子的这个数据的体量也非常大 在整个大数据里面啊 可能往往日子占据了百分之七八十的这样的一个绝大部分的这样一个数据量 而且它的这个量是非常大 所以呢 日子呢 这个这个场景呢 是是足够足够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在Affic Doris呢 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为日子这个场景进行优化 刚才是从我们从业务的角度啊 从使用场景的角度 那从日子数据本身的特点来看呢 其实它也有几个一个特点 我们说大数据的3v4v 这里呢 我们来看看日子数据的3v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variety 就是它的这个日子的结构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打日子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是打成一个free text的文本 对吧 所以它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格式 但后面呢 可能慢慢会大家会打成kv 然后现在逐渐流行 大家打成那种节省的半节目化的 半节目化这种自解式的这样一种日子的形式 所以说对于日子的数据的处理呢 和比如说我们传统数据库里面的表格的数据还是不一样的 那表格的数据 这个字段是使均 是这个 是那个int 对吧 它是非常的固定的 那对于日子来说 它的这个schema是比较schemafree的 而且随着业务的发展呢 它的这个变化还在不断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特殊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刚才我也在反合下讲了 就是它的volume 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在现在的这个企业的大数据平台里面就是日子的占用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由于一些比如说不管是业务发展的诉求 还是说我们这种有时候是监管的一些要求 这个日子的存储 存储 存储周期往往在几个月甚至几年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存储的消耗的成本也非常高 而反过来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将时间的推移啊 这个过去 比如说过去一周一个月或者一年一小前的日子 那么它的价值其实是在在逐年的在在在在地减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还是用比较高的成本去存储它 那这个时候带来的这个这个存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企业代价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对于怎么去解决日子的存储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第三个V呢 是这个实时的写入以检索 因为我们日子呢 经常用在一些比较关键 就是对于时间非常急迫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我们去debug一个问题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希望看到上一秒 或者说这一秒发生的产生的日子 而不希望说等到一个小时之后我才能看到 在我这个日子系统内才能看到说我想要我想要找的日子 对吧 比如说我想找一个error 找一个call dump 对吧 而对于安全分析来说也是同样的 那黑客都已经攻进来了 对吧 你如果等到几分钟 几个小时之后才能抓住黑客的这个影子 那么你永远是赶不上它的节奏的 所以呢 日子对于这个实时的写入和检索呢 是要求也非常高 但看起来啊 这个日子好像就是挑战是非常大的 又变化 对吧 然后量又大 又还要实时的写入和检索 对吧 那么这么难的东西 那有没有来的地方是可以放松的呢 其实日子唯一有一个地方是 是我们观察下来是 是有有有有有有 给了我们一些优化的机会啊 就是日子的这个查询量 它的查询并发往往是不高的 往往是人或者是少量的程序在查询 往往可能几十或者上百的这个并发 就已经比较高了 甚至可能一天都没有几个查询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到 写入日子的数据呢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写多读少 然后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在这个特点的技术之上呢 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优化 后面我们看到多儿子在这方面优化了 很多是基于这样一个一个洞察 那我们回到第二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 对日子进行处理呢 其实有有有有几类系统啊 一类是说我把这个原始的日子 就放到海多佛里面去做这个 长时间长周期的存储 然后呢但是呢在海多佛里面呢 他不太容易做这个快速的检索 所以说呢后面就出现了这个 大家用ES去存最近几天 或者甚至有的成本非常高 存最近几小时的这个日子 用来去做这种快速的检索 把这两种需求能够能够同时的满足 一方面是长周期的存储和一些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实时的快速的检索 那就是这样去做 那对海多佛来说我们就不再细说啊 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就是 基于ES的这种日子系统 它的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它当前存在些什么样的问题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于ES的这种 日子系统的典型的架构呢 是它前面通过这个日子的采集器 比如说它ES的这个Filebit 然后采集 然后可能放到消息训练里面 然后再经过Lockstash 做一定的ETL 当前面这两个的不是必须的 有可能Lockstash 直接就把这个采集和ETL一起做了 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存储到Electric Search 这样一个中央的这个存储里面 然后呢 EST Search呢 我们提供这种Kibala这种 检索的UI和这种 然后基于那个DSL的这种API 给供程序去进行查询 那典型的这样一个 一些企业呢 在每天日增的数据呢 可能几十到百TB的这样的日子量 然后存储的总量呢 可能几百TB到PB级别 这样的日子的存储的总量 然后查询的并发呢 其实一般并不高 可能几十QPS甚至更低 或者上下浮动一下 还是要百的QPS 那这样一个 基于ES的那个这个架构呢 它的好处在于说 ES有倒拍缩影 然后呢 可以比较快速的去 检索日子里面的关键字 比如说我检索一个Error 或者检索一个FETL 或者一个call down 对吧 可以快速的检索出来 但是呢ES 在使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其实也慢慢凸显出 它的一些痛点和挑战 那第一个挑战呢 就是对这个 SCHEMA FREE的支持 ES还是比较有限的 虽然说相对于 传统的数据库来说 ES通过这种 Dynamic mapping的方式呢 能够支持了一些 SCHEMA FREE的数据 但是呢它支持的仍然有限 主要体现在啊 第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 这个SCHEMA里面的 这个 这个字段的类型 是固定的不变的 比如说某一个 某一个 某一个字段 比如说 这里这个 这个 这个 Status 它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INT 对吧 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 可能这个INT不一定满足要求了 它可能要变成一个 使径 或者变成一个别的类型的时候呢 那么它写入的时候呢 就会 就会报错 是不允许写入不同类型的数据的 而且呢 后面就是即便是我又变更之后 我希望把这个类型说 我提升一下类型 我改一下这个表 那个SCHEMA的结构行不行 那ES是不允许的 除非你把数据 整个数据 重新倒腾一遍 重新再建一个新的 新的那个SCHEMA 重新再写一遍 这个成本非常高的 那第二个不灵活的地方呢 知识有限的地方呢 是 ES里面的SCHEMA 里面这个 所有的字段呢 也是固定不变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 可能有50个字段 在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建了那个 20个索引 可能比较常用的20个索引 但是后面我发现 又有五个字段 经常要查询 这个时候我想 对它那个加速怎么办呢 也只是不允许你再去说追加 说我另外一些字段 要是经常索引的 这个时候你还是仍然 只能通过reindex的方式 再建一个SCHEMA 然后把数据重新导进去 重新建一遍索引 这个过程呢 是非常漫长的 特别是对于历史数据来说 那么其实这样的话 就给这种SCHEMA的变更呢 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那么大家经常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 那我就把所有字段都建上索引 那所有字段的索引 那所有字段的索引呢 我就以备不时之需 将来后面都可以查 但是呢 带来的问题就是说 我所有字段的索引 这导致了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写入会非常慢 因为它要对所有的字段 因为它要对所有的字段 所以经常实际上 我们知道数据是有二八原则的 不是所有的字段 都用来做这种过滤的 那么其实我们为一些 不需要使用的东西 附出了大量的成本 好这是第一个挑战 那第二个挑战呢 是ES的分析能力呢 是比较比较简单的 因为ES的这个 这个查询分析语言啊 叫那个ESDSL DSL的全称呢 是这个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就是这个搜索领域特定的一个 ES这个领域特定的一个语言 它是指缘是面向搜索来设计的 所以它是去搜索一些关键字啊 说一些短语啊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和标准的SQL相比呢 就是它第一差异很大 第二个呢 就是学习起来呢 门槛是比较高的 就是第一次学习ES的这些东西 要掌握一些概念 然后要去了解它 其实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除此之外 就是你即便是学会之后 后面你想做数据分析 想手写出这个query来 第一个是很长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 这么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统计这个 有包含error的关键字的 这个日子里面 我们做这个按小时做一些聚合 要写这么长一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DSL 基本上即便是你熟悉ES 你也很难盲写出来 你要每次都去查手册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很很很繁琐的工作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就是当如果大家熟悉社会 知道可能就是一两行的一个社会 就可以搞定了一个事情 这里我就没有把它展示出来 那么其实那个第二个点呢 就是就是DSL的功能 还是比较单一的 比如说特别的比较欠缺的是 比如说多表的join 比如说我有两种日子 对吧 我也想去做一个join 或者说我这个日子表和一个 这个配置表想做一个join 那这是非常在ES里面是做不到的 那通过一些绕的方法在写入的时候做一些 做一些操作的可以可以间接的能做到一点 但是呢它的那个效果非常差的 我们在最近在一个那个物流的一个用户里面 我们就遇到说他就发现我要多个表做join 然后又要检索需求的时候呢 ES满足不了 这个时候他们尝试一下Doris 发现这样的话是在Doris里面是很容易做到的 那么更不用说像更复杂的像什么 那只查询啊那个仕途啊这些能力在ES里面都是没有的 因为这是在Circle的数据分析生态里面才会有的东西 第三个呢就是ES的这个生态啊还相对比较独立和封闭 它在ES这个公司的控制这个生态里面 想跟别的生态已经打通了还是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和Circle的开放生态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ES第三个挑战呢可能也是大家最最痛的一个挑战啊 就是这个这个成本或者性价比的问题 而ES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同样的数据存到ES里面 可能是存到那个别的系统比如说海多佛啊 或者像跟Doris相比啊 可能是好几倍的这种存储的成本 这种存储和计算之间的成本 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主要它的成本高 第一个就是那个写入的那个写入的性能比较低 因为ES在写入的时候要去构建像那个倒派缩影 因为前面讲到这个Skima不灵活 所以它要构建很多缩影 这个时候呢它的那个写入的性能是是比较低的 而这个写入性能低呢一方面是带来性能的问题 第二个带来是说当我高峰期的时候 写入不过来的时候呢 就产生一些写入的拒绝 这样会带来这种业务的稳定性 比如说我想看的数据就看不到啊 这样的一些业务上的问题 那第二个方面的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存储的成本 因为ES它在存储数据的时候呢 存储了这个原始的原始数据的正牌 然后再有倒派缩影 然后呢如果还想做一些分析呢 它还会存一个这个它叫Dock Value的一个列存 那是三分的存储存下来之后呢 它的那个数据冗余度是极高的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看到在ES里面的数据的压缩比 整体来看的话大概是1比1.5 就是原始你可能有1TB的数据 在ES里面会膨胀成1.5倍 可能不用膨胀到可能是0.7TB 但是呢在很多系统里面 包括像Doris里面呢 常见的这种压缩比的是1.5左右 甚至更高 也就是说你1TB的日质存到Doris里面 可能只需要0.2TB 那这个差别是非常大 甚至更大的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我们也把它归为性价比里面了 就是在ES的极群规模比较大 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一些大的查询呢 会往往导致那个极群的不稳定 首先是写入 大量的写入会导致 极群的负载很高 查询很难响应 然后另一方面的查询 一个大查询产生的时候呢 会导致JVM的OM 会带来整个极群的写入会中断 然后查询的没有响应 这都是当这个规模大的时候 ES的极群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 见到了很多ES的用户 给我们反馈说 用ES规模大之后 产生这样一些痛点 所以呢我们才想到说 在Doris里面 我们能够基于Doris来去构建 新一代的这个日志分析的平台 就是因为Doris在最近 一两年的发展非常迅速 对吧 它的性能会有 有种数量极的提升 那么既然在 业务的数据分析里面 能够发挥很大的重要 那在日志分析里面 我们能不能够 把Doris这种能力 能够能够利用起来呢 我们通过 Office Doris 2.0版本的探索 我们发现这条路径是非常可行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架构 在整体架构上呢 其实差别不大 前面也是通过这个日志的那个产集器 只不过我们可以支持更多的 像那个ES现在的Filebit 然后我们还有像Fluent 然后那个像那个那个Fluent 这些都是可以可以支持的 然后前面采集到那个消息典件里面 然后再通过那个ETL 或者说不经过ETL 直接进入到Doris的那个存储里面 然后呢 Doris呢 然后能够提供更丰富的这种 这种查询的接口和方式 首先呢 我们开发了类似这个ESKibala的这样一个 那个Search的UI Discover的UI 第二个就是我们像那个 格宽称型里面的Graphla 那直接可以对接到那个Doris里面来的 因为Doris支持MySQL的协议 所以直接通过MySQL数据源 直接就可以对接到那个Doris上面来 然后还有一些像 像SuperSite啊 翻软啊 这样一些BI工具 也可以很方便的对接到Doris里面来 那Doris呢 提供了这种 SQL的接口 兼容MySQL的API 所以像通过JDBC ODBC 都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和Doris 打通 能够去很容易去查询Doris里面的数据 所以和ES的架构相比呢 首先呢 就是Doris可以接受更多来源的这种 这种数据的接入 包括像这个卡不卡的 然后可以通过Lockstash呢 也可以通过Doris的ACP接口 把数据给接进来 所以可以比较无缝的牵引过来 然后那Flink呢 也可以做一些ETL之后 写到Doris 通过Flink Collector写到Doris里面来 再另外一边呢 就是Doris提供更开放的这种 这种查询分析的 查询分析的接口 能够提供更强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 那中间呢 那个 拥有Doris之后 我们的日志和业务数据 可能就不需要存储在 两个不同的系统里面 那我们可以通过统一技术站 甚至统一集群 来去消除这种数据的孤导 让我们的 大数据的大数据分析的维护呢 更加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是 基于Doris的这样一个 新一代这个日志分析的平台 它有些什么样的好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呼应前面的那个 那个那个日志数据的3V啊 就第一个variety 就是我们这个日志数据经常的变化的特点 就是我们在Doris里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来原生的支持这种半解构化的数据 首先第一个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复杂的数据类型 Doris里面有最基本的这个文本的text类型 然后还有知识的这种原生的这种 Json的数据类型 然后还有remap 这样一些复杂的签套类型 最近呢 其实我们还在开发一个这个叫 Morant这样一个数据类型 这个数据类型呢 非常有意思 它可以允许那个数据类型的签套 有一个Json写进来 然后呢 同时呢还能允许中间的字段发生 类型发生变化 这个是我们在实际的业务中 发现中是有的 这也是大家使用ES的一个痛点 比如说这里的这样一个 右边的这样一个节省的数据 它里面有ID和name 简单的这两个字段 ID一开始呢 可能这个业务就用一个那个 英特就可以很好的角色 但是后面发现ID 光用英特可能不行 可能会前面加一个VIP啊 或者这样的前缀 变成了一个死菌 或者也许是反过来的 总之在这个这个字段的类型 它在发生变化 那么在不管是在传统的数据库里面 还是在ES里面 这个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个这种数据呢 其实都是不能够 不能够被写入了 当然在Doris里面呢 还有一条路径 我可以做一个schema change 把这个英特类型 签击成死菌的类型 然后去做做做存储 当然呢 对于有些复杂的场景呢 是不能做的 比如说可能它天生就有几种类型 在里头 这个时候你想那个统一成一种类型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引入了这个variant 这样一种数据类型 这个数据类型呢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是支持这种Jeson Pocket这种欠套的 数据的欠套 这种数据直接写到这个variant 这个字段里面去 它自动会把它展开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它支持说 它内部的某一个字段 是有多种的数据类型的 它在 因为其实这种数据类型的变化 也不是经常发生 可能是随着业务 在某一次升级了 对吧 原来是inter 现在变成死菌了 或者说反过来这样的变化 那么它可以 这部分数据原来存的时候 它就是inter 用inter最高效的方法存 这部分发生死菌了 它就用死菌的方式来存 相互的是 是不太影响的 这样的话就能更好去解决 这个半截欧化 原生的去支持这种半截欧化的数据 第二块呢 就是这个 对这个schema evolution 的支持 因为我们的数据是在 是在变化的 我们不需要在业务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个schema给定得非常死 这里面有几个点 第一个呢 是这种毫秒期的增减之断 就是我们 要对一个schema 或对一个表去增减之断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需求 因为业务在变化嘛 这个Dores在1.2里面 做了这个light schema change 在2点里面又进行了增强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对比 在这个不管是没有导入数据在持续写入和有持续写入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light schema change 相当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 schema change 来说是可以做到这种毫秒 这种毫秒级的这种加减量 对而过去呢可能是需要这种分钟级 甚至小时级的 因为要涉及到这个数据的 内心数据的那个的重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在light schema change的基础上 我们增加这个light index change 就是我们对于 Dores里面增加这个倒拍缩影 缩影我们可以 比如说原来你见表的时候 可能50个字段 见到20个字段的缩影 那么后续呢发现有另外5个字段 我需要给它加缩影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执行一条add index的命令 这个时候在原数据里面增加了这个index 这个时候后面后续写入的数据 自动这20个字段和这5个字段都会有缩影 那对于历史数据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性的说 我对这历史的过去 比如说几个月的数据 我去对哪一些的数据 进行这个build index 再通过一个build index的命令 去把历史的数据去建成缩影 比较重要的是说 这个过程中整个写入是不会停止的 然后整个过程中那个 我们要去build index 构建新的缩影的时候 原始的数据和原始的缩影都是不动的 我们是在旁边再写入一些新的缩影的文件 那这样呢 就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 就是我们在业务构建的时候 不需要一开始就 不管3721全部都减下缩影 那我们只需要对我们一开始用到的减下缩影 后续我需要增加什么的时候 我可以没有负担的去增加这些 这些缩影的字段 对 而且呢 后续呢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缩影的类型进行更改 比如说你这个说你是分尺还是不分尺的 你是用中文分尺还是用这个英文分尺 这些都是进行可以进行在线的修改的 这是第一个特优势 就是对这种半结构化数据的支持会更好 对它的这种结构的变更 对它的这种字段类型的冲突 会有更好的支持 第二个呢 是多瑞士呢 基于这种 基于Sycle的这种分析的引擎呢 会提供的更强大的这种分析的能力 所以第一个 Sycle更加容易使用 对吧 大家 基本上做计算机的人都会使用Sycle 甚至说有一些业务的分析的人员 也会使用Sycle Sycle 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数据处理 和大数据分析的一个标准 所以多瑞士呢 对Sycle的支持呢 跟MySQL高度兼容 MySQL的使用量又大 所以大家使用的成本非常低 第二个呢 是就是有这种丰富的生态 因为跟MySQL金融之后 MySQL的一些 里面的一些生态呢 可以直接会利用起来 包括MySQL的那个客户端工具 像多瑞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客户端 都直接使用MySQL client 来去连接多瑞士 然后呢 一些像BI啊 一些大数据的一些生态啊 都可以很容易的跟这个多瑞士进行打通 第三个呢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基于多瑞士呢 它的这个数据分析能力呢 就会更强了 我们在多瑞士2.0里面 增加了盗牌索引 提供了这种 类似ES的这种 这种全文检索的能力 那除此之外呢 多瑞士本身具备的像这种聚合 多表关联 只查询 那个窗口函数 UDF 无法试图 这地方如果列个list的话 那可能EAPPT也列不完 所以说呢 在多瑞士的技术上呢 增加盗牌索引之后 来解决日子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带来的收益 不仅仅是说 它的那个日子那一部分的收益 那么它其实带来的更大的增量的想象的空间 第三个优势呢 是这个性价比 这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 因为大家用ES做日子存储的话呢 其实很痛的一个点呢 最痛最痛的一个点呢 就是它的成本太高 那多瑞士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降低这个成本呢 首先说结论啊 大概能够降低那个五到十倍的这种成本 它通过什么方式呢 就是我们分析ES最产生这个性能问题和成本的点 一个是它的写入 而写入的时候呢 多瑞士能够提升这种大概五倍的这种写入 的性能 通过什么方式呢 因为多瑞士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内 做了全面的向量化 通过CPU的CMD的指令 能够加速这个数据的解析 然后那个数据本身的排序 然后还有做这种 所以你的倒排所影的构建 都通过CMD的这种向量化的方式 来去进行进行加速 第二个呢是说 多瑞士针对这个AP这个场景啊 我们对这个倒排所影的结构 其实做了一些简化和优化 来去降低这个所影的开销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 ES的底层的倒排所影呢 是Lucent 多瑞士其实也是采用了Lucent的这样的结构 但是我们做了简化 为什么要做简化呢 Lucent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开源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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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排所影的一个库 它的最初面向的领域啊 并不是做数据分析 而是面向于信息检索 这个是在2000年 或者九几年的时候 非常热门的话题 对吧 做外部检索 对吧 这个时候它更关注的是这个相关性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造回率 它的准确率 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呢它里面有大量的 代码是在处理这些逻辑的 但是我们在日子和数据分析里面 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快速把数据给找出来 然后再做后续的分析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场景下呢 比如说我们去掉了像那个正牌的 正牌的那个正牌的结构 比如说我们去掉了像一些相关性 打分的一些模块 我们去掉了一些像那个 规一化的一些模块 这样的话为这个日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结构大大的瘦身 这个瘦身呢 一方面代表带的第一个点 就是它的写入性能的极大的提升 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带的第二个点 就是它的 所以结构瘦身之后 它的存储空间也变小了 那么这个存储呢 它大概能够降低30%的 通过瘦身这个索引 能够降低30%的存储 那么再更进一步呢 我们通过这个 在多瑞士里面呢 我们采用的是烈式的存储 然后呢也 使用了这个GSTD的这种压缩的算法 能够比这种普通的这种 航存啊 GZ这种压缩的算法 能够能够再再提高几倍的这种 提高两到 可能两倍左右的这种压缩比吧 就相对原始数据 可能五到十倍的这种压缩比 所以它的压缩呢 非常的优秀 就它本身的这个量小了 然后又更进一步压缩 所以呢它整个 这么下来的大约同样的数据 写到多瑞士里面的时候呢 带上盗牌索引之后啊 大概只有占用存储空间 大概只有ES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可能你十个 十个T的数据 在ES里面 在多瑞士里面 只需要两个T的存储 那更进一步啊 再往下面走一步 就是我们的数据是由 日子数据是由冷热的 那么对于冷的数据呢 我们还可以将它 存储到这个 通过这种冷热分层 存储到不同的存储介质里面 比如说你可能 当天的数据存到SSD里面 比如说 一天到七天的数据 我们可以存到这个SSD里面 超过七天的日子 我们可以存储到这个 对象存储在S3里面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又可以再进一步 去降低这个 单位存储的这个成本 所以呢整个下来的 这个整个的成本呢 可能能够有这种 百分之八九十的这种降低 后面我会通过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更更直观的感受到 这个差异有多大 那这边呢其实是一个 我们拿官方 ES官方的这个HTTP Logs 这样一个性能的benchmark 做了一些做了一些测试 然后测试下来呢 我们再写入速度 DORIS呢这个是三台 三台那个的集群 然后呢测试下来 DORIS大概是 500多兆每秒的写入 然后ES呢大概是 100多兆每秒的写入 这个有 有相近四五倍的差距 然后存储空间呢 那个ES占用了 那个将近19点几 将近20GB 那DORIS呢占据了 大概三点几 三点几个GB的这个 存储空间 大概只有ES的五分之一 然后查询的 查询的速度呢 其实我们用同样的数据 同样的查询来看的话 DORIS的那个查询时间 只有ES的一半 所以查询性能也提升了一倍 这是在性能方面 那么在稳定性提升方面呢 其实DORIS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个呢 是DORIS通过这种 资源隔离的 多对列的资源隔离的机制呢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 业务的能够隔离开来 相互进行减少影响 第二个呢 是对这种大查询呢 有这种内存的这种支援的控制 当它那个内存占用很高的时候 可以把它把它Q掉 然后再一个点 就是对于一些很大量的这种 社交数量很大的查询 一样是因为它是一个全内存的一个查询 查询引擎 所以呢 当这个内存不足的时候 要么它报错 要么它就会导致这个整个集训的OM 那DORIS呢 不一样就是 当内存那个占用很高的时候 它还可以把 可以选择性的将一些数据落盘 在在磁盘上进行操作 这样保证一些大查询 我还可以把它能够跑过去 这样提升整个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好这就是那个DORIS呢 在那个日子存储分析这个场景下面的一些一些优势 这里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比如说 我们假如说 那个一个一个 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用户的案例啊 就是大概一天产生100TB的这个日子 我们热数据的是7天 然后那个冷数据的是23天 也就是总共存储存储一个月 那么呢 刷下来的这个在ES里面呢 它的压缩比大概是1.5 这么时候呢 它的热数据的存储空间啊 就需要大概466T 然后冷数据的是那个一千多 一千五一千五百多TB 这个时候我们测算了一下 大概用16核64G的这样的那个机器 大概每台机器呢 要存下那么多数据的话 大概需要26.3TB的这个这个磁盘 我们拿这个云上的这个服务器啊 做了一个测算 就是大概 这样规格的这样的这个云服务器呢 大概需要95台 然后算下来呢 它的这个费用啊 就是这个 云主机的这个成本呢 大概是23万一个月 然后它的这个存储 就是后面那个磁盘的那个存储的那个费用呢 大概是70多万一个月 加起来是9090几万一个一个月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成本 当然这个是不带折扣的啊 当然可能不同的那个客户在那个云场上的折扣不一样 这个我们没法去去把它标准化 那这么算下 其实不打折扣的这样一个成本 是一年下来是非常高的 就是一年下来就会有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上 应该上接近上千万的这种成本啊 当然打折就是打完折之后可能还有几百万 是吧 那么如果用多瑞士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这种不做能热分离的 另外一种是做能热分离的 那我们不做能热分离的情况下呢 同样呢 它的存储原始数据是一天100TP 然后呢 要保存30天 有7天是热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那个多瑞士的那个压缩率比更高 大概有7.5倍的压缩率 所以呢 它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这个空间呢 大概是ES的五分之一 如果用同样 同样那个配置的机器的话 从95台可以减少到19台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规模 那算下来呢 它在云主机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成本呢 大概是4.6万一个月 然后那个存储的成本大概是14.3万一个月 加起来是18.9万一个月 大概是整个性价比呢 是ES的这个五倍左右 那前面有讲的就是我们再看第三种方案呢 那就是用上多瑞士的那种冷热 冷热分层 用了多瑞士的冷热分层之后呢 它带来的好处就是说 那我们前面这个 那个7.5 对93.3T的这个热数据呢 我们存在这个盘上 存在那个云盘上面 但是这个306TB的这个 这个这个冷数据呢 我们可以存到那个对象存储去到S3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机型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每台机器呢 只需要配6TB的这个云盘 然后机器数不变还是19台 但是呢 我们会增加这个对象的存储 所以呢 它的成本构成是那个 原来的4.6万的机器成本是一样的 然后呢 存储成本 云盘的存储成本 会降低到1.4万每月 然后呢 对象存储呢 它的成本大概是3.8万每月 为什么 最后降低成本呢 因为对象存储的成本 大概只有云盘成本的三分之一 所以呢 进一步降低成本 加起来大概是9.8万每月 差不多是那个 用这个ES来做这个日子存储的 性价比的9.7倍 所以我们说能构建这个5到10倍的 这样一个性价比 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呢 我们是差不多是根据我们的一些 用户的实测的一些数据 来做了一个把它整数化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一个例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那个就是 一些实际的一些 一些用户的案例啊 那这里面我可能还会 加拿到说一说 那个我们最新的测试出来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用户的案例 对 这个呢 是在那个一个游戏平台的这样一个 一个用户那里 他测试 测试呢 就是我们 因为他要用那个 要以前用ES做这种全文检索去 检索的日子 测试他发现多瑞士2.0里面的这个全文检索的功能 是能够满足他们日子 检索的这种需求的 然后呢 换成那个多瑞士之后 它的存组空间 大概降低到原来的六分之一 整个系统的成本呢 是有比较大的 它降低的 它的数据的那个 采集的方式呢 是前段是Lockstash 因为那个多瑞士呢 支持这个HTTP的这个多瑞士 Streamload是HTTP的协议 它直接通过Lockstash 配置一个那个多瑞士的这个HTTP接口 就可以将日子写入到那个多瑞士上面来 所以呢是整个接入的方式也是非常方便的 第二个案例呢是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 在网络安全方面呢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客户呢 它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它的它的那个写入量非常大 就是它的写入消耗的成本很高 它的那个 它测试下来用多瑞士跟ES下面的 大概只用五分之一的这个服务器 能够支撑它那个30万米秒的这种 这种写入的流量 那实际上呢 我们还跟他们一起做过一些 其他的一些测试啊 就是它这个场景是从卡不卡 数据通过卡不卡到多瑞士里面来 这个中间呢就不需要再去配置 像Lockstash这样的一些组件 在多瑞士里面的配置那个routine node 就可以直接将多瑞士卡不卡里面的数据 拉到多瑞士里面来 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在这个那个 网络安全场景里面 我们也做了一些一些极限的测试啊 大概用三台物理机 三台40核这种大数据的机型啊 就是40核200G内存 然后那个12块SATA盘 注意一下是12块SATA盘 都不是SID的盘 然后呢 这个这三台机型能扛住多大的写入流量呢 大概在CPU资源大概在使用到50%的时候 一天能够写入 一天应该能够写入 可能780T的这样的数据 就780T的日子可以用这三台机型能够扛住它的写入 这个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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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量还是这个还是还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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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人的 这个用ES的话应该是也是要用到那个可能得用到个世界20台的这个服务器才能够扛住这个压力 而且呢 除了一些规模大之后它还不太稳定 其实我们最近还在那个像这种可观测性的场景里面呢 我们做这种日子和指标的这种数据的混合的写入 我们也写到了这种大概一GB每秒的这种高速的写入 我们还用到的像我们刚才我介绍最新的这个variant这样的数据的类型 然后呢它可以把这种接生的格式里面的有有不同类型的枝端的数据写入到这个多日子里面去 好所以呢 最后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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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东西 就是大家也经常跟我们反馈说那个用ES的时候其实还有个东西很好用 就是那个Kibala的那个WebUI很好用去检索日志非常的方便 对吧然后呢它的体验也非常人性化 啊坦白来讲啊在现在在那个数据分析里面 还没有一个像Kibala一样能够对接Seql的生态的这样一个工具 而Kibala呢又非常的封闭 特别是在后面呢它把它那个开源的协议改成Enastic的协议之后 那我们也没法在上面去改 我们也尝试说看Kibala能不能改 但是发现这确实是跟ES绑领的太死了 所以呢我们索性开发的第一个在这个Seql生态里面 然后能够做这种这种日志检索 然后快速去做分析的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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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Web的那个UI的这样一个一个系统 这个呢后面也会免费开放给我们的每个多日子的用户来去来去使用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可以去写关键字 下面的是这个搜索出来的这个数据的分布对吧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点开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它的详情 包括这种Table格式的和这种节省格式的 对然后对左边的这个这个表里面的字段呢 你还可以点击一下之后看到它这个数据分布 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这个字段最常见的几个值是哪几个值 对然后基于这个呢还可以去加一些筛选条件说 哎我就就看这一个值的对吧然后快速去做一些筛选 好这个又回过来了 所以说呢那个基于那个多日子的阿法西多日子2.0呢 我们其实构建了一套从这个数据的采集到存储到那个 检索分析和更复杂的这种分析的一套比较完整的这样一套架构 同时呢相对于yes来说呢然后提供了更高的这种性价比 五到十倍的这种性价比 同时呢提供了这种更强的更大家更熟悉的这种 SQL的这种强大的数据的分析的能力 所以呢非常也非常欢迎大家那个去体验那个阿法西多日子2.0 以及这个我们这个日子的这个检索的外部的UI 能够给我们去进行反馈 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把这个日子存储分析和领域呢 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一起把阿法西多日子社区呢 然后坚持得更加强大 好谢谢大家 哦 暂时是做一个独立的项目因为它一个偏偏外部偏偏前端的一个项目的对 对很快会那个开放会会会开放免费开放给大家使用 对 好 首先说这个需求啊这个需求来自于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是说那个就是大家就是做这个 我今天主题是日子存储分析嘛 在日子这个场景里面大家用ES的话觉得那个成本很高 然后它分析的力有限 然后呢我们 所以说探索用Doris去解决它 解决这个场景的问题 另外一种需求的就是说有的用户比如像最近腾心音乐他分享的 他在他的那个用户画像系统里面 他用到Doris然后呢可能有些地方需要一些全文检索 他就在旁边又搭了一个ES 这样他需要维护两套系统会架构很复杂 如果Doris提供这样的能力呢它的架构能进行简化 所以呢这是两类需求 一类是这种成本来自成本的和功能的压力 第一个是这种架构的简化 所以我们基于这两类需求去做了这个在Doris里面做了这个盗牌索引 然后呢去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不要替代ES 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去那个跟ES竞争去全面去替换它 我们是希望啊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希望在这个 当然我们希望在两个场景里面去替换它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这个日子存储分析这个场景 我们我们觉得是应该是能够很好的替换它 而且带来更低的成本更强的功能 这是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呢是在一些一些那个就是详情报表 详情报表我举个例子啊就是通俗一点的话 比如说像这种物流的这个物流的单子 比如说电商的这种订单 然后还有像这个银行的这种流水 这里面呢经常大家也会用ES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任意之断的这种检索 任意之断这种多个之断组合的这种过敏的查询 这个数据库里面呢其实对这些那个非组件之断的查询做的不好 所以这个一号到快所以呢是做的比较好的 这个场景里面呢我们现在也在也在也有一些那个用户在去使用 所以我们不是说全面的去替换ES 而是说在这两个这两个主要的场景里去替换它 那像比如说ES它所擅长的像比如说像这种相关性的检索啊 然后网页的那个比如说企业另外的文档的这种检索啊 这种东西我们暂时不会去做它 所以我们更专注在数据分析这个领域 那我们理解其实ES之前大家用的日子存储和这个订单检索里面 其实是因为没有别人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大家去用了它